哈囉我是蓋伊 之前我製作了一集30天的減脂全紀錄 公布了我所有的訓練課表以及飲食菜單 結果收到了非常多網友們的疑問 那蓋伊怎麼吃那麼少啊 每天吃清蒸不會很痛苦嗎 那減脂期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吃 這邊告訴大家其實減脂期還是可以吃得非常多樣 非常好吃的 蓋伊我看你還是直接做給大家看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不能用網絲爐和電鍋的話呢 要做出美味又無負擔的料理 卻不能用到瓦斯爐跟電鍋 我想只有他們的吧 這些是居家備膳的神兵利器 氣炸鍋和調理機 今天就讓我示範用這兩樣器材做出 營養價值超高的美食與飲料 減脂也可以超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市場 那我今天會做我的早午餐 總共兩道料理兩杯飲料 以及我的晚餐兩道精美料理 那我們現在就去備料吧 好 走 那你為什麼要買蘋果 我做的第一道飲料 初戀蘋果 紅蜜一絲奶茶 藍莓的部分呢 是我的第二道飲料 種下野莓 起司蛋糕鮮奶茶 前菜 鮮酥金杏 金杏的部分就是金針菇 跟信報骨 呵呵 嗯 哎呦 這是一塊 好 好 該依你說這道叫什麼 香煎檸檬鮭魚排 現在是堅持起車還是宣 這個好 迷迭香煎牛排 佐薯泥 該依 挑蛋有沒有什麼訣竅 挑蛋呢 我都挑這一種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呵呵 該拿了蛋又拿了蝦仁 難道說你要做的是 鮮酥蝦仁風蛋 哈 現在回到健身房 那我現在就來準備我的第一道 高蛋白施防印 粗煉蘋果蜂蜜英式奶茶 哦 有夠長 對 準備的材料呢 蘋果 Wheat Bix 它這是顴骨骨片 哦 所以纖維特別的高 我超愛這個牌子 今天選蜂蜜口味 所以才會有 粗煉蘋果蜂蜜英式奶茶 的蜂蜜的部分 當然少不了 Microtein 奶茶口味的乳清蛋白分 鮮奶 就這樣 非常的簡單 感覺你吃蘋果是不去皮呢 不去皮 我喜歡吃全果 如果你是要打給家人喝 這是家庭號的 它是有1500cc 搖搖杯呢 先把水加到200cc 之後呢 再加鮮奶 把它加到400cc 這個沒有一點 口感就是因人而異 可以放一整顆蘋果 青蛋白粉 滿滿的一匙 骨片 好香哦 我都丟8顆 因為8是我的心理 是嗎 把蓋子蓋起來 蓋緊之後呢 就可以倒著 它這邊也有一個缺口 缺口 沒有看到 它這個缺口呢 朝向前面 偏右一點 壓下去之後呢 再往左轉轉 會聽到卡一聲 然後這邊 有一個低轉速跟高轉速 然後中間有刻度 可以依依的口感做調整 這個你要用什麼樣的調整 這個呢 我希望它有口感一點 所以呢 我用低轉速 你喜歡顆粒感對不對 我喜歡顆粒感重一點 厲害 就在我們聊天 兩句話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再把它打開 這個好美哦 你看分得均勻 大家都知道 蘋果切完之後呢 它馬上就會變黃 但是呢 我們剛只花了兩句話的時間 就打好這一杯 所以它顏色還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不會覺得 樂樂先生 我們是覺得超好吃 好好喝 是不是 我們要有點 放得放得 放得 比較放得 因為它纖維很高 吃得到果皮 而且那個影片的香氣 搭配M.Y.P.的瓶型 絕配 我覺得很棒 這可以單獨拿出來 做一個飲品之外賣的 想不到我的初戀蘋果 蜂蜜英式奶茶的口味 這麼深受大家的喜愛 那我就接著做的第二杯 種下野莓起司蛋糕 鮮奶茶 一樣 水 200公升 200公升 不是啊 哇靠 太多了 太多了 水 200cc 加入鮮奶 這時候我想要多一點 加到450 純粹看個人喜好 一大把的 藍莓 Wheat Beaks 野莓口味的 千古古片 我聞到這個美味了 天啊 哇這個好香啊 它也可以直接吃 好吃 你那是泡的什麼南鮮 因為它裡面有果乾 所以 就是有一種清甜的味道 買P的 藍莓起司蛋糕口味 乳清蛋白 這是在我的Top5裡面 滿滿的一匙 多加半匙 讓它綿密一點 因為這一杯呢 我希望打出來 它是綿密的口感 要怎麼打才會有綿密的口感 等一下 把它開到Max 建議大家不要一次就開到Max 怕它裡面有些顆粒 像是打打碰撞 Max 哇 哇 哇 哦哦哦哦哦哦 滿出來了哦 嗯 欸好綿密哦 老王賣瓜 自賣 真的真的 是不是老王賣瓜 你喝一看看 怎麼樣 是不是很綿密 好喝 其實 這樣打下來 我覺得已經 骨片的口感都已經消失了 然後 藍莓的皮跟紫啊 也碎到感覺 就好像芝麻粉 那麼細膜的感覺 有一種入口即化的程度 該為什麼 這個打起來 可以這麼綿密呢 因為你看 它有六項立體多刀頭 六片刀片 我的激烈也才四刀片 沒想到它這樣 有 六片 對 六項立體多刀頭 而且它每分鐘最高 可以達到兩萬種水 哇 所以打出來非常的綿密 再加上呢 買皮的蛋白粉 以及新鮮水果 這個健身完喝下去 或是早上起來喝一杯 整個身心靈 都得到提升 有沒有這種感覺 滿有保存感 那我們完成了 兩杯早午餐的飲料之後呢 現在我們要做我們的前菜 鮮酥 筋杏 準備的材料有 杏鮑菇 金針菇 蛋白 地瓜粉 非常的簡單 杏鮑菇切得有點厚度 0.4公分 接著呢 我們在杏鮑菇的上面 畫這個斜線 對焦 我們再畫一次 它會變一個格子 菱形格 切好的杏鮑菇呢 泡一下熱水 讓它變得軟一點 不然的話 你現在切開 直接捲的話 它會直接脆掉 會直接斷成兩半 乾水滾好 先小心使用 不能用瓦斯污 就直接使用滾水機的蓋子 如果用瓦斯污的話呢 大概滾水 10秒鐘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有沒有 滾水機 我們要多泡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把杏鮑菇 切過的那一面 朝著下 我們把這邊的金針菇 小把小把的抓起來 之後呢 開始捲杏鮑菇 完美 完美 等下就可以刷上蛋液之後呢 然後撒一點地瓜粉 就可以下去 氣炸鍋裡面了 沒有塞我 直接撒 地瓜粉有點粗了 先把它打開之後呢 把我們的鮮酥筋芯 放進去 非常的簡單 兩百度 八分鐘 按下去 等八分鐘之後呢 就好了 哦 這麼簡單 耶 我們已經完成了 哦 鮮酥筋芯 完成 接著下來 第二道料理 香煎檸檬鮭魚排 非常非常的簡單 鮭魚 稍微清洗過之後呢 擠上檸檬汁 灑上黑胡椒 灑上海鹽 浸泡一下 接著呢 我們就叫我們的氣炸鍋 依照你不同的食材 它可以替換不同的調理工序 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把我們的鮭魚 放上我們的煎烤盤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165度 15分鐘 現在剩下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按個暫停 放上一點腰火 烤完最後的兩分鐘 氣炸鍋真的超級方便 丟進去也不用管它 時間溫度設定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吃了 香煎檸檬鮭魚排 做腰火 一起吃午餐啊 你看 我們要先從這個前菜 鮮酥筋性 開始吃氣 酥酥脆脆 我覺得烤得滿剛烤的 裡面還是好有一種 原汁原味 我覺得氣炸鍋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人不用在旁邊 按下去 然後15分鐘 你就可以去旁邊做自己的事情 這比我用煎的還好吃 氣炸鍋它有一個好處 還可以幫我們力量過多的延遲 可以幫我們身體減少 過多的負擔 這是你第一次吃我做的東西嗎 沒有啦 我還做過什麼樣子 高蛋白香蒜味噌 低脂番茄牛肉麵 點右上角的那個 資訊卡 經過這幾道料理 結果我的廚藝是怎麼樣 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想說的是 用氣炸鍋這樣做品 使用上太簡單了 誰都可以做得很好吃 失誤率很低啊 吃飽喝足啦 那等一下呢 我會去開除我今天的重訓 重訓完之後呢 我再繼續料理我的晚餐 兩樣 期待帶點感覺 又到了愉快的晚餐時間啦 第一道料理 迷迭香煎牛排 佐 薯泥 吃了 切塊 一湯匙的油 白胡椒粉跟海鹽 風味的油 對然後接著呢 我們要加一點迷迭香 接著呢 就可以把我們牛排放上 差不多均勻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放上我們的鍵盤 馬鈴薯一樣 均勻往上 對 所以接下來的步驟 是不是把它放進鍋子 按一按就好 有這麼簡單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漏掉了一個部分 它有一個耐油 好 接著下來呢 可以把它放進去 150度 12分鐘 待會烤了的時候呢 拿出來之後 然後把牛排做一個翻面 設計 190度 再烤3分鐘 就好了 好 那現在時間到了之後呢 我們把牛排拿出來 幫牛排翻個面 日後再進去 190度 再烤3分鐘 哇 就簡單一下 先把馬鈴薯做成泥 沒有冰淇淋少 我知道自己把它弄 看起來圓圓的 最後呢 我們再灑上一點 迷迭香 迷迭香煎牛排 佐薯泥 拍到了我們今天最後一道 蛋料理 鮮酥 蝦仁 烘蛋 這種小湯匙 我們加個四湯匙 然後玉米粉 差不多這樣子 一小匙的鹽 白胡椒粉 打均勻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到旁邊 我們要在這個鍋的邊緣 刷上一些奶油 第一層 塗上洋蔥 接著我們把小番茄 對切之後 丟進來 營養價值超級高的蔬菜 健身的人 最愛吃花椰菜 塗上我們的蝦仁 全蝦仁 不好鋪滿 我們再把我們的蛋液 淋上去 進我的氣炸鍋 接下來 觀眾都知道要怎麼介紹 160度 10分鐘 你時間猜對了 180度 10分鐘 但你要180度嗎 氣炸鍋 它的背面呢 有一個出風口 那這個出風口呢 其實就是把它裡面的油煙 排出來 在等待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甜點 我最近呢 都會做這個優格 其實這也非常的奇妙 你把優格粉跟水 攪一攪拌在一起之後呢 然後放在這個 自己製作的一個溫室裡面 大概放置12到15小時 就可以吃了 我這次做的優格是 草莓口味 草莓配藍莓剛好 因應我們上一杯 種下野莓 藍莓 灑上去 就完成了 種下野莓優格 做好優格之後呢 馬上我的烘蛋就完成了 哇 鮮酥蝦仁烘蛋 牛排 好吃 它雖然冰酥油 但是它的水還是酥在裡面 不會覺得太乾了 嗯 好好吃喔 酥泥 好髒喔 而且這個酥泥 它是我手工自己磨出來 所以它會有很多那種顆粒的口感 蓋液的顆粒 蓋液的顆粒 蓋液手做顆粒 因為我本來是在猶豫說 要不然用調理機來打 所以現在想 欸 你還是手磨好了 調理機大也可以 比較細 對啊 為什麼迷之笑容 另外呢 廠商有說 這個氣炸鍋 它底部的那個 海星狀 加上科技 廠商說啊 這個氣炸鍋 它底部的海星 加上氣泉科技設計 它加上網籃啊 跟煎烤盤 它可以更輕鬆的 逼出油脂 而且宣稱呢 比傳統的Felip氣炸鍋 然後可以多避出80%的油脂 這樣 然後輕鬆 不會通常就覺得 不會覺得 爽口 但是不會柴柴的 我又看了 我覺得這個 是我在說 這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紅蛋 完全是 完美紅蛋 要再來一點嗎 我覺得這個更勝於高蛋白 香酸味噌 提起發生的 因為畢竟這個 提起高蛋白香酸味噌飯 這個牛肉麵 還有一個小的低脂 它的那個 碳水含量比較低 那個還是我們麵條 麵條還是高一些 撞下眼睛優惠 哇 好吃 居然會做出這樣子的感覺 太神了 那你見識一下 我紅蛋的實力 超紅 不是等一下 那不是也只是放進去 拿出來而已 欸 你怎麼講得好像很簡單一樣 你這樣子跟一個 就是做菜給你吃的人 你講這個話 我好像這樣 會讓你誤以為自己的功能技術很好 吃完美食 真的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好的那這就是我今天的 一日減脂飲食料理紀錄 那我個人是覺得呢 這款HR3556 調理機使用起來省時方便 可以很輕鬆的為乳清蛋白增添 口感和維生素 那使用起來變化多 又好直接帶出門 也省去了手搖的動作 機器攪一攪就散了 至於這款Philip HD9642氣炸鍋 能做出的料理變化多 綠油效果我們也都看到了 算是在美味與低油脂間 找到了平衡 哇 真的是蠻不錯的呢 那詳細的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如果你對料理有興趣的朋友 就歡迎試看看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訂閱看更多 我們今天很待遇我們下次見 掰掰